做可乐鸡翅到底要不要焯水呢? 到底是先焯水还是先腌制呢? 今天就做孩子特爱吃的可乐鸡翅 花了39块钱买了22个鸡中翅 重点来了鸡翅到底要不要焯水呢? 鸡翅不用焯水 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鸡翅 再把它浸泡一个小时 泡出鸡翅的泻水 鸡翅浸泡好后把它清洗干净 洗干净后再沾干水分 再放案板上备用 然后再鸡翅的两面各划两刀 这样方便鸡翅入味 也可以用牙签扎许多的小孔 全部焯好后放入大一点的碗里 接下来就可以腌制鸡翅了 碗里放入几片姜片 倒入一勺料酒 半勺老抽 一勺生抽 用手充分的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后腌制15分钟使它入味 腌制好后的鸡翅不用焯水直接煎 这样吃起来才更鲜嫩 锅烧热倒入少许油 油热放入鸡中翅煎 可乐鸡翅是一道很经典的菜 不管是大人和孩子都喜欢吃 全部放入后用中小火慢慢的煎 正面把它煎个两分钟左右 煎至一面金黄后翻一面煎 别用大火煎容易把鸡翅煎糊的 碗面也用小火把它煎个两分钟左右 取出一个看看煎的金黄就可以了 再倒入适量的可乐没过鸡翅 可乐是这道菜的灵魂 然后倒入半勺生抽 半小勺盐 盖上盖子小火焖煮10分钟 时间到我的可乐鸡翅就焖熟了 哇,真的超级的香 再把它收汁收至汤汁浓稠即可 家里有条件的再撒一些白芝麻 这样好看又好吃 这样色泽红亮味道鲜美的可乐鸡翅就做好了 鸡翅滑嫩,路口还带着可乐的香气 好吃的停不下来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是明仙,我们明天见,拜拜